TVB艺人陈寅刘佩月 4月17日在香港铜锣湾出席品牌活动 但两人一起迟到了约一个小时 在完成活动后 陈寅向在场的记者解释迟到的原因 并忍不住当场流泪 对 今天有就是要过很多关才可以带来到现场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就自己开车 然后开车的时候就撞车 前面在丹琴线的时候 那我也不可以 我也在困在那个地方 等了好久也不能走 然后等了好久之后 真的可以走的时候 就快快地拍在街上 然后就跑过来 跑过来的逃中呢 我现在穿的裙子也爆开了 后面那个zipper 然后又弄不到 然后也叫经纪人帮我买一条新的裙子 不过买买买买好的时候也又换不了 因为那个zipper在我的颈上 在这里很高嘛 然后就脱不下 所以现在就唯有直接穿这个裙子 现在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空空间 所以就很尴尬 不好意思有那么多人等我 在接受访问时 陈寅的情绪还是没有恢复很多 一直有想再飙泪的冲动 相信她对这次的突发事件 都感到相当无奈 真的很无奈 因为真的是自己最不想的 因为自己平时是很不喜欢辞到 还有非常非常的不喜欢别人要等我 特别是在工作方面 所以现在就非常非常的内疚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